金砖经济影响力远超低期,足以另起炉灶,探索独立于美元之外的新金融体系,孕育多集世界,是时代赋予金砖的使命。 一、最高礼遇,这几天世界目光聚焦金砖峰会。 当地时间8月21日晚,中国最高领导人抵达约翰内斯堡,出席第15次金砖峰会,并对南非进行国师访问。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清帅外长及多名部长及高官,在贤梯旁热情迎接。 礼斌持枪致敬,当地妇女敬献鲜花,民众身着传统服装,跳起奔放的舞蹈。 总统轻赴机场迎接,帅一众大小官员在贤梯旁静后,礼斌仪仗和群众表演,直接搬到了机场。 这绝对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了,近年实属罕见。 本届金砖峰会历史三天,除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外,还有超过40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出席。 因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普京将以视频形式参会,由外长拉夫罗夫代为出席。 二、金砖内循环,中国领导人到达南非当天,海关总署发布了今年前七个月,五国对金砖国家的贸易数据。 五国对金砖国家净出口同比增长了19.1%,远超同期外贸0.4%的整体增速,其中出口增长23.9%,进口增长14.3%,均保持高水平。 与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占我国外贸净出口比重为10.1%,提升了1.6个百分点。 其中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成为增长,增速分别为129.5%和601.3%,民营企业同比增长29.4%,占米57.1%,成为金砖贸易的主力。 在美国拉着盟友跟中国搞脱钩的同时,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正高速成长。 在世界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反而越发繁荣。 原因就是对全球供应链保持开放的态度。 西边不量东列量,少了美国及其狗腿子嚼势,金砖内循环玩得更好。 2018年至今,中国对美欧等出口放缓,对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出口却呈现爆发式增长。 世界不是只有美欧,跟是完不是完。 美国不乐意看到中国影响力持续扩大,寻求跟中国脱钩,试图孤立中国。 然而这么多年折腾下来,美国才发现,被孤立的尽是他自己。 中国只想拉着地球村小伙伴一起发财,互通有无,其乐融融。 美欧非要冷战思维上脑,大搞军事同盟,阵营对抗,把世界搅了一团糟。 走到今天引起公愤,也是自作自首。 三、影响力远超G7,按照IMF发布的数据。 金砖五国2022年贡献了全球GDP的31.5%,远超七国集团。 然而GDP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刨掉虚拟经济三产之类,单看制造业,金砖国家占比更高。 以制成品、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生产为例。 金砖国家分别占世界产出的36.6%,28.3%和53.1%。 而G7占比分别为35.5%,28.1%和14.1%。 在不考虑购买力差异的情况下,金砖国家对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贡献率,远超GDP占比。 如果考虑物价及购买力差异,G7的实际贡献率只会更低。 单金砖五国之间的贸易,就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20%以上。 对世界经济极其重要。 如果金砖国家内部相互协调,共同处理经济问题,将会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足以抵抗美欧逆全球化思潮。 四、金砖加启航,金砖释出扩原消息后,目前已有超过40个国家明确表达希望入群,集中23个国家正式提交了申请。 正式申请的这23国,加上此前公开表态想加入,却因种种原因一直被阻挠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 目前正式成员加预备役,金砖朋友圈有名有姓的已扩大到30个。 埃克盘点一圈不难发现,美国极其盟友之外,各区域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悉数聚齐。 金砖简直成了地区强国认证。 本届峰会将重点讨论金砖扩原,沙特和印尼入选首批新成员的呼声很高。 峰会前夕,王毅影邀同阿卜杜亚西洋外长同化。 伊朗来电的主要诉求正是金砖扩原,毕竟23国优重选优,竞争着实激烈。 眼看沙特就要入选了,伊朗也不干人厚,想探探口风。 金砖扩原并无名额限制,只要符合条件,得到金砖五国一致认可,就能顺利入群。 之前唯一持保留态度的印度,也改口称对金砖扩原抱有积极意愿和开放态度。 而中国、俄罗斯、巴西及南非都高度赞成金砖纳新,伊朗加入的希望不小。 若沙特、印尼、伊朗等加入,金砖的经济和人口比重将显著提升,推进贸易和投资重新定位。 金砖加速运转,将深刻改变全球价值链。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若四十余国陆续加入金砖,金砖足以另起炉灶,抛弃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不公平的全球价值分配说不。 届时,美元霸权将不复存在,单极世界将走向终结,美国也该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五、美元替代,美元霸权的末日,从美国将其武器化纳克就开始了。 美国动植以美元为武器,打击被扣上不友好帽子的国家,对了制裁只是导火索,各国淳亡指寒,已失去了对美元的信任。 但这并非大家不约而同选择去美元化的根本原因,美国凭借美元在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长期收割世界,吸血全球,连盟友都不放过。 美元和美债在美国国内已然处于空转状态,美债正逐渐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杀猪盘。 国际买家在不停抛售,但最终总得有人接盘。 目前是美联储和美国银行在买单,美联储逆回购,银行资金只买美债,但撑不了多久。 最终无论砸谁手里,美元都将成为废纸一张。 西数现行美元体系,至少有三宗罪,一是剥削全球的铸币税,以及无限制印刷的过高特权,二是不可持续的债务堆积,随时面临艳色或绝口风险。 三是单方面利用国际金融体系,打击制裁他国。 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摆脱依赖,避免成为接盘侠,是每个国家必须要做的事。 虽然美元交易正稳不减少,但大多数交易仍以美元计价,且必须通过美国银行和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进行。 金砖鼓励各国与其贸易伙伴,使用本币进行金融交易至关重要,一套统一的支付系统。 虽然不能取代现有的国家支付系统,但可以作为补充,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之间,已签订本币互换协议。 五国金融信息系统可建立联系,与西方控制的Swift系统并驾齐驱,未来沙特、伊朗等能源大国,以及印尼背后的东南亚市场加入。 这套货币体系足以与Swift的分庭抗力,金砖国家与欧亚经济联盟实际不自卖的很大, 已开始探讨在大宗商品和金砖国家本币的基础上建立平行的区域储备货币,甚至世界储备货币的可能性。 这种储备货币一旦建立,就可以发行债权,为项目融资。 正如普京今日所说,去美元化进程已不可逆转。 现在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建立新的货币和金融体系,跟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并行,那样美元一旦崩塌,新的体系可以立马顶上。 美元霸权进入倒计时,美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新的多级世界正在崛起,而金砖就是孕育这个多级世界的摇篮。